今天要为你解读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叫《哲学家与爱》 这本书讲了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到20世纪的萨特·波弗瓦 一共12位哲学家的爱情故事 和他们对爱情的看法 既有八卦猛料 又有发人深省的思想 经常会有人好奇 那些整天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 需要爱情吗 他们能说出什么关于爱情的有趣观点吗 确实 如果放眼西方哲学史 一辈子打光棍的伟大哲学家大有人在 比如布拉图 帕斯卡尔 笛卡尔 斯宾诺沙 休魔 斯密 康德 尼采 维特根斯坦 这一大串光辉的名字 让很多人觉得 哲学家一旦爱上了智慧 好像就不再需要人间的爱情了 这么看来 哲学家大概也不会对爱情说出什么有趣的观点 想了解爱情的滋味 我们不如去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利叶 或者哥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这样细腻动人的文学作品 这么说也不全错 毕竟 相比关于存在 知识 道德 审美 这些问题的哲学遗产 关于爱情的哲学讨论确实要少得多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彻底忽略了爱情 对于爱情的思考毫无贡献 这本哲学家与爱就很好地梳理了12位著名哲学家对爱情的看法和经历的爱情纠葛 既满足了我们想要了解那些伟大哲学家日常生活的愿望 又给我们带来一些有趣的视角 去思考爱情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 两位作者奥德朗斯兰和玛丽勒莫尼耶 都是法国著名的新闻周刊新观察家的记者 他们拿出了写深度新闻报道的本领 仔细考察这些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 给我们呈现了10个既有趣味又有深度的哲学爱情故事 接下来我就从这本书里挑选四个故事 带你了解哲学家对待爱情的四种态度 他们是卢克莱修对爱情的提防态度 蒙田对爱情的放纵态度 康德对爱情的漠视态度 以及萨特和波夫瓦对爱情的开放态度 顺便说一句 这本书里讲到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爱情的赞美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库尔和雷吉纳的传奇故事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情感纠葛 我在每天听本书解读柏拉图的慧眼 加尔夫的科尔凯库尔传 以及存在主义哲学二十讲的加餐里 为你做过详细的讨论 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 首先我们来说说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 我在每天听本书里 为你解读过他的作品物性论 介绍过他对伊毕纠卢主义哲学的发展 简单来说 伊毕纠卢主义主张 快乐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但是完美的快乐 并不是身体和灵魂受到的剧烈的震荡 而是在肉体没有痛苦 灵魂没有搅扰的安宁状态 体会到一种淡淡的静态的快乐 这样我们也就能明白 卢克莱修为什么会提防爱情了 因为在他看来 爱情是扰乱我们灵魂安宁最猛烈的毒药 爱情意味着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 陷入爱情的人 就好像在遭受希腊神话里 坦塔罗斯在地狱遭遇的酷刑 坦塔罗斯因为冒犯了诸神 口渴难耐的他 被罚站在没到下巴的水里 河水尽在咫尺 但是每当他低头想要喝水 水就立刻消失不见 在卢克莱修看来 爱上了一个人 就要遭遇坦塔罗斯式的惩罚 因为爱情中总是会有求不得的痛苦 我们渴望和自己的爱人融为一体 但是不管是肉体上还是思想上 我们渴望的合二为一都是不可能的 肉体上的融合明显不可能 两个人无法像我们架切植物一样 合成一体 总还是要各自行动 精神上的合二为一也毫无希望 因为在卢克莱修看来 两个恋人都是各怀心事 不可能完全透明 甚至可能带有欺骗和敌意 然而 一旦陷入爱情 我们就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心甘情愿的交到对方手里 爱人的一个微笑 一句赞美 能让我们一天都欢欣鼓舞 相反 一次争吵 几句狠话 可能会毁掉我们一个星期的好心情 这样 放纵自己投入爱情 就是选择了不自主的奴役的生活 比依赖他人 扰乱灵魂更糟糕的是 爱情总是伴随着虚幻 是蒙蔽人的海市蜃楼 陷入爱情的人 都会用自己的想象 给爱的对象层层叠加各种美好的品质 在心中塑造一个完美的女神 或者男神 就像一出自导自演的戏剧 卢克莱修很形象的描绘了 如果一个男人被女人吸引 会如何寻找美好的词汇 去赞美女性身上的各种特点 如果这个姑娘焦躁冷漠 男人会说 她像只小羚羊一样可爱 如果女孩身材矮小 她会说她小巧玲珑 如果女孩身材高挑 她会说她像高贵的仙女 如果女孩有点口吃 她会说她讲起话来 是在喃喃细语 如果女孩口齿伶俐 她会说她像热情的火焰 你看男人的这张嘴 是不是特别没谱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不过这些说辞 也并不都是用来骗女孩的 男人们也同样 被爱情的甜蜜冲昏了头脑 同样是被迷惑的人 一旦陷入这种 自我欺骗的激情之中 我们就难以凭借理性的力量 驱散幻影 回到真实的世界 在卢克莱修看来 爱情最大的秘密 就是虚幻和谎言 只不过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太少了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前赴后继 乐此不疲呢 说到底是因为男人的统治欲 在男人看来 只要能让女人感到幸福 就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对于男人而言 占有一个女人 就好像是获得了一个亡国的统治权 既然爱情充满贪婪 奴役虚幻 而且一旦中毒 就没有解药 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卢克莱修的主张 是防患于未然 避免落入爱情的陷阱 但出人意料的是 卢克莱修说的防患于未然 不是劝人倾心寡欲 放弃爱情 而是给出了这么三个建议 第一 不要把爱的对象完美化 而是要不断提醒自己 对方的各种缺陷 防止自己陷入虚假的幻觉 第二 要跟不同的人尝试不同的爱情 不要为一个人单轻截虑 百分之百投入 第三 即便在某个人身上 遭受了爱情的打击 也不要一蹶不振 而是要用新的爱情 治疗旧的伤痛 卢克莱修认为 有了这三种办法 我们就可以对爱情的力量免疫了 毫无疑问 卢克莱修关于爱情的悲观看法 和他给出的应对办法 都相当极端 但是从他的思考中 我们还是可以提醒自己 爱情中难免存在虚假的要素 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 不要被激情冲昏头脑 非常重要 了解完了古罗马时期的卢克莱修 我们跨过整个中世纪 再来了解一下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 法国哲学家蒙田 大多数哲学家流连在精神世界里不肯出来 而蒙田非常关注肉体 强调肉体与灵魂的结合 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他抨击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用宗教和道德的双重束缚 把爱与激情这些人类最自然的事情 变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 而蒙田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代表 想要把人们从传统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蒙田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寻找爱情 也不遗余力的鼓励人们享受爱情这种最美好的激情 这是因为他的哲学充满了悲观和怀疑的色彩 人的生命太过短暂 死亡随时可能来临 这个悲惨的事实赋予了人生意义 所以我们要尽情享受生活 要及时的去爱去生活 蒙田在随笔里说 哪怕是再小不过的乐子 只要我能碰到就一定不会错过 这种态度往坏了说是及时行乐 往好了说就是珍惜当下 在蒙田的爱情观里 有一对看似矛盾的要素 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在蒙田看来 在爱情中一方面要坚决保持自我 另一方面又要关注对方的欲望 在爱情中需要保持自我 是因为爱情只有在发自内心 并且在没有失控的情况下 才是真正令人快乐的 否则我们很容易陷入 卢克莱修批判的那种奴役状态 蒙田在作品里很得意的宣称 他虽然尽情享受爱情 却从不迷失自我 放任自留 爱情对他来讲 就是一次次清醒鲜活 并且快乐的情绪波动 只有不伤害自由和自主的快乐 才是真正美好的 为此他拒绝在任何一段 可能失败的感情里孤注一掷 也不让自己陷入极度的情绪之中 因为在他看来 极度是折磨灵魂的最没用的疾病 但是另一方面 蒙田也认可 任何欲望都不是单方面的 所有的欲望都会寻求在他之外的另一个欲望 或另一种认可 因此得不到回应的欲望总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把爱情比作一场交易 那么他必定需要共同的货币才能进行 这个共同的货币就是双方的共同感受和共同投入 因此爱情需要以尊重对方的感情和欲望为前提 这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和很多人一样 蒙田也经历过要婚姻还是要爱情 这个艰难的选择 不过他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平衡办法 蒙田迫于家庭的压力 在32岁的时候 娶了比自己小12岁的波尔多市长的女儿 但是他努力把婚姻和爱情分开 他们夫妇住在城郊的城堡里 而他的情人们住在城里 在城堡 蒙田住在距离妻子卧室50米远的塔楼里 在那里享受自己的书房 自己的卧室 甚至自己的厨房 蒙田在自己的塔楼里住了整整20年 在他看来婚姻是以实用合法体面和稳定为基础的 是无聊又普遍的快乐 而爱情是以男欢女爱为基础 一种带着自我认可 相互成长 不绝望 不伤感 充满力量的关系 我们当然不必学习蒙田将婚姻和爱情彻底分开的极端做法 但是他关于在爱情中既要保持自我 又要尊重对方的看法 方才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个人重要的提示 了解完16世纪的法国哲人蒙田的爱情观 我们再去大约200年后的德国 看看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康德如何看待爱情 在我前面列举的著名的光棍哲学家里面 康德赫然在列 关于康德最著名的意识 就是他每天下午三点半雷打不动的出门散步 邻居甚至可以用他出门的时间来对表 从这个细节里 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绝对的自律 康德不仅散步的时间绝对固定 起床工作吃饭睡觉的时间也是高度一致的 为了自己心爱的哲学事业 可以自律到这种地步 这是不是意味着康德刻意抛弃了爱情呢 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一些世外高人 为了练成武功 不得不放弃爱情 其实啊 康德也不是始终不为爱情所动 康德是大气晚成的典范 他写出纯粹理性批判 奠定哲学宗师地位 已经57岁了 在年轻的时候 康德有过两次为姑娘动心的经历 但是两次都因为他过于谨慎 思前想后 犹豫不决而错过了 一个姑娘是离开了他所在的城市 而另一个姑娘 则是嫁给了一个很快对他是好的男人 后来康德也不无遗憾的承认 在我需要女人的时候 我养活不了一个女人 当我能养活一个女人的时候 我却一个都不需要了 在经历了这两次错过之后 康德下定决心 彻底对爱情漠然置之 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哲学 除了自己的姐姐 康德极少和女性来往 一辈子连一段和情妇女仆的绯闻都没有过 这位哲学武林里的顶尖高手 在选择给世界留下作品 还是留下后代之间 毅然决然的选择了作品 不过从哲学的角度 我们或许应该感谢那两位 让康德遗憾的姑娘 假如康德当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们或许就再也不会有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伟大的哲学作品了 在漠视爱情漠视于女性的来往之外 康德或许还带着一点酸葡萄的心态 说了不少贬低女性的坏话 比如他不承认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有学识 也拒绝和女性谈论哲学 在他看来 女人就应当在家里相夫教子洗衣做饭 而且在康德心里 女人才是水性洋花的烈焰者 康德还带着哲学家的严谨 去寻找他们水性洋花的原因 他还真找到了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在18世纪女性没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她们在各个方面都处于附属地位 需要依赖男性才能生活 所以她们要和一群被胎男友保持暧昧关系 才能保证随时可以找到新的男人 来代替离婚或死去的丈夫 避免自己沦为寡妇的风险 在康德看来 这无可厚非合理合法 女性这个看起来比较弱势的群体 就用这种方式反过来 掌控了男性 从追捧他们的男人那里获得了自由 康德说过一句名言 女人通过婚姻变得自由 男人通过婚姻失去自由 康德因为受到了爱情的打击 而选择了默然置之 他对女性智力 学识 家庭角色的看法 显然有很多错误 但是他对女性社会地位 与性格特征之间关系的思考 却得到很多女性主义思想家的认可 并没有什么永恒的女性这样的神话 女性的很多特征都是被社会习俗后天塑造的 康德在200多年前就说过 在两性关系上过于开放 那么对女性和男性都是伤害 如果我们放任社会将性关系紧紧看作满足欲望的渠道 之后可以随意丢弃 那么对女性而言 这样的解放运动其实是一场奴役运动 我们不得不佩服康德这个哲学光棍在两性关系上的远见着实 20世纪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波夫瓦之间的爱情故事 在一些方面展现了康德对于彻底自由的性爱关系的担忧 萨特和波夫瓦在大学相识 毕业后两个人定立了一个自由的爱情契约 他们两个人之间要保持必然的爱情 是对方最忠诚的伴侣 同时允许各自和别人发展偶然的爱情 也就是允许各自去找情人 条件是对彼此绝对坦诚 之后他们把这样的关系保持了50年 直到萨特在1980年去世 流行的观点是 萨特和波夫瓦之间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自由爱情 或者开放关系是一个爱情神话 他们解除了围绕爱情的古老巫术 证明了忠贞的爱情可以不局限在两个人之间 爱情关系可以是彻底开放 坦诚没有极度的 但是哲学家与爱的作者 却对自己的这两位法国老乡的爱情神话 进行了无情的解构 而且是从他们关系的开始 到两个人相处方式 再到他们对周围人的影响的全方位结构 首先 萨特和波夫瓦的爱情故事 并不是俊男美女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 萨特身高不到一米六 长得可以说是奇丑无比 上大学的时候 他本来有一个即将结婚的未婚妻 结果 因为他第一次参加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失败 未来的岳父取消了原定的婚礼 于是萨特开始和其他女人来往 并且被一个交际花迷得神魂颠倒 之后 萨特产生了一个疯狂念头 要去征服那些犹豫不决的年轻女孩 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 要向女孩公开宣告 自己不会为了他们放弃自由 波弗瓦身材高挑 相貌出众 才智过人 他认识萨特的时候 也有心仪的男生 最开始 波弗瓦完全没有看上其貌不扬的萨特 后来接触多了 萨特在思想上征服了波弗瓦 让他第一次有了在智力上 被另一个人战胜的感觉 这种挫败感在波弗瓦那里 转化成了仰慕和谦逊 就这样 波弗瓦在两个男生之间 选择了虽然丑陋 但是更有思想的萨特 再加上从小有点桀骜不驯的性格 波弗瓦痛痛快快的接受了 萨特提出的自由契约 同意不限制彼此去找情人 这反倒让萨特相当惊讶 按照两位作者的看法 波弗瓦选择萨特 并不是顺从自己身体的激情 而是找到了一个思想上的教练 萨特和波弗瓦是思想上 而非身体上的伴侣 他们会阅读对方的手稿 提出修改意见 他们一起办杂志 一起推动政治运动 他们是哲学和政治上的同伴和战友 但是很难说是通常意义上的情侣 波弗瓦甚至在给自己情人的信里说 萨特除了在床上以外都充满活力 抱怨我们同床共诊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感情生活中 萨特和波弗瓦各自探索着爱的激情 但是在激情消退或者满身伤痕之后 都会从偶然的爱情中退回到两个人之间更加安全的必然的爱情之中 波弗瓦曾经把他们之间的感情比作一根橡皮筋 两边都在使劲拉伸 试探着这根橡皮筋到底能拉多长 然后突然松手感受橡皮筋打在手上的力量 这确实是形容他们之间关系的绝妙比喻 在萨特的一生中 他始终保持着年轻时想要征服每个犹豫不决的女性的恶趣味 他烈焰的对象里有学生演员助理 到国外出访时的翻译 当然也少不了他的仰慕者 据说萨特的情人总数有上千人之多 而且有几位情人一生都留在萨特身边 由他出钱供养 他们被称为萨特的女人或者萨特的家人 萨特会给他们排好见面的时间 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的情人待在一起 在萨特的这些情人里面受到伤害的大有人在 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比安卡朗布兰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揭露自己如何被萨特和波夫瓦玩弄 怀孕和流产 在书里 朗布兰把波夫瓦形容成老跑 而萨特就像是一个变态的嫖客 波夫瓦那边呢 他的情人也数不胜数 而且有男有女 萨特也会把自己的男学生介绍给波夫瓦 在波夫瓦的情人里面 最让他烹人心动的 是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伦 在信中 波夫瓦称他为 我心中凶猛的野兽 我远方的爱人 波夫瓦无疑深爱着艾格伦 他后半生都带着艾格伦送给他的一个并不昂贵的戒指 甚至连去世后下葬都带着他 波夫瓦犹豫过 是不是要接受艾格伦的求婚和他去美国生活 但是最终他还是无法舍弃萨特和巴黎的荣耀 拒绝了艾格伦 后来艾格伦在一篇文章中痛骂波夫瓦虚伪 表面上好像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维护自由 但实际上却不愿承担任何一点风险 我们看到萨特和波夫瓦 其实对自己的情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那么他们彼此真的没有一点伤害吗 真的可以毫无极度的看着对方和别人激情澎湃吗 按照他们的契约 似乎只要双方绝对坦诚和透明 就可以无需担心极度之苦 但是这要么是过于天真 要么是自欺欺人 因为按照他们这个逻辑就好像是说 即便我伤害了你 只要我当面向你承认对你造成了伤害 那就是没有伤害你 从萨特与波夫瓦的关系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 首先萨特和波夫瓦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坦诚 没有一点秘密 比如萨特一度被苏联女翻译佐尼娜深深吸引 他前后给佐尼娜写了600多封信 还向他求婚 这些萨特都没有如实告诉波夫瓦 而波夫瓦考虑艾格伦的求婚也没有跟萨特商量 其次不管是不是做到了完全坦诚 当有情敌出现时 极度也还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也会担心对方会被人夺走 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波夫瓦描绘他们开放爱情的小说 女宾 在小说的最后 弗朗索瓦斯打开煤气杀死了奥尔加 而这里弗朗索瓦斯的原型正是波夫瓦本人 而奥尔加的原型就是波夫瓦的一个学生 萨特苦苦追求却没有得到的对象 乌克兰女孩奥尔加科萨凯维茨 比这个杀死情敌的情节更有说服力的 是波夫瓦在这本小说的提记里 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 每个意识都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 这句充满阴郁色彩的名言 凸显了在人与人的交往中 不可避免的竞争性和嫉妒心 所以即便是有必然的爱情 作为保证的萨特和波夫瓦 也不可能不带着极度的 坦然接受对方的恣意妄为 总的来看 两位作者对萨特和波夫瓦关系的解构 或许有些过分 他们之间虽然不可避免的 也有隐瞒欺骗和极度 也有很真挚的情感和彼此的依恋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表面看来非常开放自由的爱情 其实像是共同铸造了一堵墙 用来抵抗那种让人神魂颠倒的爱情 防止自己陷入那些爱情的痛苦和纠结 这样筑起的爱情之墙 其实隐藏着极大的危险 不仅是对两位当事人来讲相当危险 因为这里面总是免不了谎言和极度 而且对他们偶然爱情的对象 更是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所以萨特和波夫瓦之间的关系绝对谈不上是现代爱情的典范和模板 好 到这里啊 这本哲学家与爱就为你解读完了 我为你重点解读了四种哲学家对待爱情的态度 分别是卢克莱修对爱情的提防态度 蒙田对爱情的放纵态度 康德对爱情的漠视态度 以及萨特和波夫瓦对爱情的开放态度 在介绍这几位哲学家对待爱情的态度时 我也希望你从他们这些极端的观点里 获得一些自己思考爱情的养料 卢克莱修提醒我们 爱情中有很多虚幻的成分 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蒙田告诉我们 享受爱情既要坚持自我 又要尊重对方 康德看到女性的一些性格特征 是因为社会形成的 并且警告我们 过于自由的两性关系 可能会给当事双方都带来危害 而萨特和波夫瓦之间那种自由开放的爱情 很可能并没有神话中说的那么美好 而是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最后我想说 这些哲学家对爱情的思考 肯定不能给你现成的答案 去回答爱情是什么 我要一段什么样的爱情 这样的问题 爱情本身就是人生中一件充满神秘感 兴奋感 总是纠缠不清的事情 只有你发自真心的投入其中 才能知道它的味道 但是了解各种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 或许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品味 爱情的滋味 更进一步 思考爱情这种两个人最亲密的关系 也有助于你去思考 我是谁 这个终极的哲学问题 在留言区 也欢迎你跟大家分享 你对爱情的哲学思考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在留言区 想不存在 参照 back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